自從美國在2008年 發生金融風暴之後 房屋貸款的資格審查 至今仍然非常嚴格 不過貸款業者表示 FHA貸款計劃 以及購買度假屋的 貸款審查條件上 則有所放鬆 可供有需要的民眾多加利用 南加州房市熱呼呼 資深貸款業者劉彥秋說 一般房屋貸款資格的審查 並沒有放鬆的跡象 如果想買房 又擔心自己的信用記錄不好 或者過去曾有名下的住屋 被短售或是法拍 劉彥秋說 這樣的購物者 不妨利用政府提供的FHA貸款 這種貸款計劃 對於過去不良的財務記錄 比一般貸款要求信用修復的時間 要大幅縮短 那你的信用方面 如果你有短賣的信用的話 你只要過了一年 就可以再申請貸款了 如果說你有破產的記錄 只要是在等兩年 如果當初你已經把房子 就是讓銀行收回去的話 你只要再等三年 除了上面所說的好處之外 還有就是FHA貸款要求的信用分數 只有640分 而且投款只需要放房屋售價的3.5% 年收入只要可以支付房貸 房屋保險費以及房屋稅 通常就可以過關 最高可以借到七十二萬九千五百美元 不過只限於名下沒有房產的購物者使用 而且必須是自助用 FHA貸款是許多拉丁裔民眾的最愛 華裔民眾懂得利用的人還不多 除了FHA貸款的審查資格較為寬鬆之外 劉彦秋也表示想購買度假屋的民眾 現在也可以獲得較為寬鬆的待遇 那度假屋以前是比較嚴格的 比方說您在一些不是度假聖地 你要買一個度假屋 銀行是不允許的 你一定變成是你的出租屋 那現在銀行是在這一點 做了某些比較鬆的條款 也就是說現在度假屋 不再限於只能夠買在度假聖地 買在非度假聖地 也能夠享有和自助屋 同樣的低利率 雖然這些貸款資格的審查 有所放鬆 不過要提醒您的是 透過上面所說的 這些貸款方式購買的房屋 如果當成出租屋使用 可能會為您帶來麻煩 18台新聞黃明儀 張憶瑞 洛杉磯採訪報導